中俄战略互信前所未有 演习一个动作证明 美日阴谋已不攻自破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中俄战略互信前所未有 演习一个动作证明 美日阴谋已不攻自破 日前 中国和俄罗斯的海军编队 成功在日本海会时 正式开始北部联合 2023海上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规模很大 看点也有很多 最关键的是 据央视报道称 这次演习 中国参演的空中军力 将在陌生机场起降 陌生条件下保障 陌生区域飞行 这句话乍一听 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但信息量相当大 我直接明说了 这次演习 解放军军机 很可能会在俄罗斯机场起飞 与俄军战机组成编队 共同赶赴日本海 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毫不夸张的说 这个动作充分证明了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互信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同时还证明了另外一点 美国和日本的阴谋 已经不攻自破了 美日我们后面再说 先好好聊聊今天的主角 中国和俄罗斯 在我看来 其实大家现在对中俄关系的理解 还不是很深刻 尤其是乌克兰战争下的中俄关系 毫不夸张的说 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深入的多 而且尽管美国和西方高度关注中俄关系 大概率也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美国和西方现在对中国关系的评价是 不蒙而蒙 尽管这不太符合中国不结盟政策 但我觉得确实是类似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这次演习 为什么演习名字叫北部联盟 有两个原因 第一演习地点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日本海 第二演习是由中国发起并主导的 主导单位是我军的北部战区 这是这次演习与过往中俄海上演习的最大区别 北部联合是战区一级的军事合作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合理猜测 未来中国五大战区会轮流主导组织 与俄罗斯的各类战略演习 包括但不限于北部联合针对的日韩方向 东部联合针对美国第七舰队 南部联合针对南海方向 西部联合针对印度这个邻居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合理猜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俄军事合作 以及战略互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 而且随着乌克兰局势的不断变化 以及中美博弈的激烈化 中俄关系只会更加密切 这次解放军能够在俄罗斯军方的保障下 在俄罗斯机场起飞与俄罗斯军机组成编队 就是双方战略互信的最好体现 同时今年6月份在中俄空中战略巡航时 俄罗斯军机也在中国机场完成过起飞和着陆的操作 用网上的时髦话来说 中俄这叫双向奔赴 而且实际上日本海离中国其实并不算近 解放军军机要从中国战区起飞 赶往日本海 航程是比较久的 但通过中俄的战略互信 现在解放军军机完全可以从靠近日本海的俄罗斯机场起飞 这就大大缩短了解放军空中出击的反应时间 可以更加高效快速地对日本海的威胁目标进行打击 可以说这次演习已经证明 美国和日本的阴谋已经是不攻自破 一方面日本一直想趁着俄罗斯在欧洲打仗 一举拿下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 而这次演习俄罗斯向日本发出了警告 俄罗斯完全有能力在跟北约打仗的同时抽出手来 来收拾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海是中俄两国重要的战略通道 美国和日本一直对这个地区居心叵测 想在日本海兴风作浪 但中国军机在俄罗斯机场起降 完全能做到短时间内进行武力回应 第一时间对等反制美日的挑衅行为 总而言之 这次演习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尤其是在针对美日韩第三方上 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亮明中国和俄罗斯的坚决态度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